汉轩帝为何没有在即位之初 便重见兽灵 他又为什么有资格 效仿汉武帝的冒灵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第灵第七集 汉轩帝杜灵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汉王激发在此建立李州强邦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始皇嬴政在此统一诸华大帝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高祖刘邦在此创建大汉王朝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 文帝阳间再次打造强随帝国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 高祖李渊再次开创圣唐版图 再次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再次形成伟大之城 十三古都遗迹 辉煌依存记忆 历史春秋更替 千年后人永迹 一座座城池忽然倒塌 一座座宫阙相继凋零 一座座地灵依然耸立 一座座宫碑清晰可济 王朝传承 华夏古都 昔日辉煌 今日复现 西汉 寄零 在西安市城南郊区 有一片地势高厂 事业开阔的高大原地 汉代旧名 洪贡园 如今被称为 杜陵园 这里处理着一座高大的地灵 两千多年的岁月 在它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曾经的辉煌 被深埋在黄土之下 引来后人的感慨 与疑惑 这座地灵的主人 被认为是西汉最富传奇色彩的皇帝 他强保入狱 又游民间 而是西门 少时记卫 匍 匍生图治 开创 宣帝中兴 他与民修喜 文旨 超越汉文帝 他降服苏奴 武功直逼汉武帝 帝国的命脉 在他手中得以延续 帝国的声誉 在他之下重现绘画 在西汉的十一位皇帝中 只有四位皇帝拥有庙号 象征着他们不朽的历史功绩 这座地灵的主人 就是其中之一 他究竟创造了 怎样的丰功伪迹 足以令他笑傲 西汉十一帝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 灵主成就如此绘画 竟然没有进入 咸阳人生的皇家墓葬区 这又是为什么 荒草漫漫 朝阳普照 这座地灵 即将展现他守护千载的秘密 他是西汉第七位皇帝 汉中宗孝宣地流寻的陵墓 冻古灵 公元前74年 在未尽十三年的汉朝帝刘福岭突然驾崩 英年早逝的汉朝帝没有留下子嗣 汉朝再次陷入了后继伐人的窘境 面对如此难题 大将军霍光紧急召集群臣商议 大臣们首先推荐五帝之子广陵王刘虚 然而刘虚性格狂放行事不加减点 霍光思虑再三否决了此意 宗室中还有一位昌义王刘鹤 此人为汉武帝之孙 既称皇位也是名正言顺 霍光决定立他为帝 即刻迎入京师 不料刘鹤继位后 整日饮酒作乐 银汐五度 一月之内竟然坐下一千多件荒唐婿 火光无奈 只得将刘鹤废除 变为海昏侯 刘鹤只做了短短二十七日皇帝 根本不为朝廷承认 史称废帝 国不可一日无君 此时几世中秉极提起 有一位民间皇孙 令霍光心中燃起了希望 皇孙竟会流落民间 其中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 一切要从十七年前的一场惊天之变说起 公元前九十一年 汉五弟的太子刘鹤被诬陷诅诅皇帝 五弟大怒 最终父子之间竟然兵戎相见 长安城兵戈四起 这就是著名的 乌国之祸 激战五玉 太子最终兵败 自义而亡 他的妻子 儿女 军被杀害 母亲为子夫 随贵为皇后 已无奈自尽 汉五弟听信禅眼 残酷屠戮儿女亲族和相关大臣 警惧储君罹难 国本动摇 王朝的未来 顿时笼罩在仇云残物之中 万幸的是 太子尚存一孙 名叫刘病义 尚在强保之中 被收押于郡邸玉中 当时 秉吉负责处理太子一案 他怜悯刘病义 孤苦无依 让忠厚的女求 补玉皇曾孙 三年后 忘记者称 长安老玉 有天子之气 五弟欲将老玉中人 一律处死 秉吉争辩说 普通人都不能无辜杀害 何况 何况 皇曾孙呢 汉武帝听罢 扬天长叹 大赦天下 刘病义 这才出狱 重见天日 汉武帝 又下诏 将刘病义 收养于宫女居住的夜庭 并上报宗政 承认其为 汉室宗亲 少年时的刘病义 高才好学 喜欢游历民间 常留恋于 长安郊外的 渡县 虎县 因此 深知民间疾苦 对霍光来说 适合继承地位的人 不仅要德才兼备 更不能有强势的背景 和权威 为其如此 他才能继续掌控超巨 在兵级的大力推崇下 冥望慎龙 且世古立丹的刘病义 进入了霍光的事业 霍光决议 请刘病义 继承大同 公元前74年 泰浦以林列车 奉迎刘病义 就其宗政府 随后入魏阳宫 见皇太后 获封阳武后 一系列准备工作完成后 刘病已 接受群臣奉上的 喜 寿 及皇帝位 古人誓死 如誓生 新君即位 往往立刻启动 寿陵的营建 但刘病义 这位中国历史上 唯一在登基前 做过阶下囚的皇帝 注定与众不通 他的寿陵要晚至八年以后 才开工 这又是因为什么 刘病已登基后 刘病已登基后 紧记废地刘鹤的前车之箭 始终小心谨慎 此时的霍家 权势极大 霍家势力盘根错节 遍布朝野 登基第一天 刘病已就感到了来自霍光的 巨大压力 刘病已登基之日 由霍光陪同 前往汉高祖的高庙拜夜 当日 霍光与天子通车 邀选宝剑 威风凛然 在气场强大的拳臣面前 刘病已 黯然失色 刘病已明白 自己还无法与权倾天下的霍光抗衡 如果轻举妄动 便悔布昌义王的后尘 唯有积蓄力量 静待时机 才能真正大权在握 一战胸中报复 因此 当霍光主动上奏 要还证于刘病已逝 十八岁的天子 谨慎地予以了回绝 他不仅请求霍光继续主政 还下诏褒奖霍光 加封一万七千户 然而 一味隐忍并非长久之计 刘病已 当真没有行动 公元前七十二年 即位不足两年的刘病已 下了一道诏书 全面送扬曾祖父汉武帝的成就 要求百官讨论 为武帝上尊号 和立妙月 西汉对于是否为皇帝 上妙号的要求严格 而朝野间对于如何评价汉武帝 又存在很大分歧 故而多年来 避而不谈 为何刘病已刚刚登基 就提议此事 在公固皇位问题上 刘病已与先祖汉文帝极为相似 同为外王入主的汉文帝 在即位之初也曾面临相似的难题 汉文帝选择了与中央政府的大臣进行合作 大肆封赏朝臣的同时镇压叛乱 最终大权在握 而刘病已尊崇汉武帝 是为了给自己这个不一皇帝 争取最大的政治资本 向世人宣明 自己才是武帝的嫡系一脉 拥有如此举重若轻的政治才能 难怪喜罕默契的学者刘相曾说 刘病已的头脑与眼光 皆在文帝之上 然而刘病已终归是个凡人 是凡人就有软肋 有一人能让一向谨慎的刘病已 公然为虞霍光 他究竟是谁 这座处立在杜陵以南的陵墓 为少陵 是刘病已原配妻子许平君之墓 许平君为叶庭铺市署官 许广汉之女 刘病已流落民间时 与他结为夫妇 婚后第二年 刘病已登临帝位 霍光之妻霍县 欲让女儿霍成君入宫为后 但刘病已不忘许平君 下诏说自己要找回遗落在民间的一柄宝剑 朝臣们洞悉了皇帝的意思 纷纷纷奏请立许氏为后 然而依照惯例 皇后的父亲必须封侯 霍光始终不肯同意 几番交锋之后 才勉强封徐广汉为昌成君 霍光是刘病已最大的懒怒户 但他把持朝政多年 轻易无法动摇 刘病已只能再次隐忍 树欲静而风不止 刘病已与霍氏的斗争 刚刚拉开序幕 刘病已即位后第三年 许平君产下一名女婴 霍县命女仪淳于衍 在许平君服用的滋骨汤药中下毒 许平君独发身亡 霍成君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后 悲痛不已的刘病已 追视许平君为公哀皇后 让自己的结发之气 成为西汉唯一拥有嗜好的皇后 与杜陵相比 许皇后陵规模较小 被当时的人称作小陵 后世往往称其为少陵 少陵遥望杜陵 相伴两千多个春夏秋冬 而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多世之秋 刘病已送别了许平君 还要默默忍耐 等待复仇之际 刘病已没有等待太久 公元前六十八年 霍光病逝 刘病已以皇帝藏制的规格 高调地安葬了霍光 追视其为宣承后 同时下诏 称赞霍光辅佐汉武帝 汉昭帝四十多年 其子孙后代可以永世继承他的爵位和封定 虽然有着权力矛盾 但刘病已着眼于大局 还是认可了霍光对国家的贡献 然而霍氏子弟不知收敛 大祸即将临头 封许平君之父 许广汉为平恩侯 立许平君之子 刘氏为皇太子 着意树立自己的权威 历令致昏的霍县 竟想重拾古迹 毒杀太子 刘病已得知此事 先是解除了霍光两名女婿 东西公魏魏的职务 又让自己的亲信 担任南北军和宇林军的统帅 掌控兵权 继而任命霍光之子 又将军霍宇为大司马 名声暗将 并进一步 架控霍山霍云 霍氏集团铤而走险 企图推翻刘病已 拥立霍宇为帝 但乌合之众很快被镇压 所有参与叛乱的人 都被处以急刑 至于霍成军 刘病已以阴谋毒害太子之罪 将其废除 至此霍氏集团覆灭 刘病已终于完全掌握了皇权 公元前65年 刘病已改元元康 并更名刘巡 以便百姓避访 以崭新的姿态 以崭新的姿态 军临天下 此时 聚他几位已过去了八年 也许 在刘巡看来 元康元年 自己才真正登记为帝 地灵可以开工了 元康元年春 刘巡亲自选定了渡东园上的灵址 渡灵正式开工 在地灵的选址问题上 刘巡再度与汉文帝不约而通 他们都没有选择咸阳园皇家墓藏去 刘巡究竟异于何为呢 渡灵位于西安市三兆村以南 刘巡流落民间时 经常到此游历 他将自己的地灵选在这里 表达着自己深深的故土情怀 另一方面 渡灵近临许平均的少灵 显然也有活着不能同享富贵 死后也有相近相依的真挚情感 那么这座情谊深深的地灵到底是何面貌呢 渡灵灵区南北长约四公里 东西宽约三公里 占地十二平方公里 陵园四周以夯土围墙环绕 陵园以殿为大门 殿与配殿共长三十多米 宽二十多米 门道宽约六米 渡灵封土为腹斗性 高二十九米 底面与顶面的平面均为方性 底边长一百七十五米 顶边长五十米 丰土四面正中各有一条木道 木道内均为夯土填柱 四条木道的大小形质基本相同 为天子藏质 渡灵丰土在西汉诸地灵中 并不算特别高大 然而从渡灵丰土的西北方望去 却见渡灵高大如山 这又是怎么回事 原来渡灵立于逐渐向南隆起的渡灵源头 两者浑然一体 因而产生了高大如山的视觉效果 今天地面上已无法找到渡灵临园的成员遗迹 据记载 渡灵丰土四周有边长四百多米的方形灵墙 四面各开一门 灵园东南建有寝园 寝园之内有寝殿和便殿两大建筑群 用于四十祭祀 寝殿是一座大型宫殿 面阔十三间 近身五间 便殿位于寝殿东侧 由殿堂、院落和成套的房子组成 渡灵的陪葬墓数量巨大 不亚于汉高祖的长灵 丰土尚存的有六十多座 但实际数量应远大于次 其中灵东南的陪葬墓数量多 规模大 等级高 可能包括嫔妃的陵墓 渡灵开工后第二年 出于统治的需要 刘寻另立了一位王皇后 王皇后与刘寻虽无特别感情 但温婉贤熟 此后入葬渡灵的后陵陵园 其陵位于渡灵东南方五百多米 与地链基本相同 只是规模略相 与其他西汉地铃一样 渡灵也拥有灵异 渡灵异位于渡灵陵园西北 东西长两千多米 南北宽五百多米 全盛时期的渡灵役 拥有三十多万人口 御史大夫 张汤 大司马 张安氏 元淑国 苏吴等著名人物 都曾再次居住 史书记载 渡灵的结构布局 与内藏器物 都是模仿汉武帝的 茂灵规划而成 茂灵规模之浩大 内藏之奢侈 冠绝天下 刘寻治下的汉朝 实力如何 竟能仿剑 刘寻虽然铲除了霍光的势力 却没有废除霍光之政 此外 刘寻还建立了完善的考核 与讲法制度 朝廷中涌现出大批良力 政治风气 焕然一新 在刘寻的努力下 汉朝迎来了 朝璇诸心的大好局面 由强盛的国力做基础 渡灵的确具备 效仿梦灵的条件 汉宣帝刘寻能文能武 创下诸多伟业 甚至完成了其曾祖父都无法企及的成就 降服匈奴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 在末尾决战中击败匈奴 一举奠定了汉强凶弱的格局 但并未将匈奴威胁 彻底消除 刘寻几位后 前16万兵马攻打匈奴 并截至乌孙骑兵5万 与汉军形成东西并进的前行工序 决心一举扫除隐患 这是两汉400年间最大规模的骑兵出征 匈奴无力抵抗 大败而归 同年 匈奴袭击乌孙 遭遇暴血 生还者不及十分之一 此后 汉军仅前三千起兵出击 便捕获几千匈奴人得胜而还 不久 匈奴的五位蝉鱼争权夺利 再也无力侵扰汉境 十年后 匈奴日诸王先贤善降汉 被刘寻封为归德后 公元前六十年 汉朝建立西域都护府 正式在西域行使国家主权 西域都护统下西域诸国 诸国有乱则发兵征讨 从西域都护府设立时起 西域的广袤土地 正式归属中华 又过了六年 匈奴呼喊野产女 在密户斗争中 被齐熊置之禅语击败 随后引众南迁 公元前五十一年 呼喊野产女来到长安 在甘泉宫抄建刘寻 俯首称臣 绵延百年的汉兄之政 基本宣告结束 同一年 刘寻对儒家经典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理和讨论 史称石渠阁会议 自汉武帝之后 儒家经书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威 但学术界对其仍然存在分歧 十区阁会议中 汉宣帝亲临会议现场 对争论做出裁决 进一步加强了对文化界的思想统一 积极的文化政策 也为许多杰作的问世 创造了条件 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韵 自幼熟读外公的史迹 美美热泪盈眶 扼腕叹戏 流巡为帝时期 杨韵见朝政清明 便献出史迹 得到了流巡的褒奖 从此之后 史迹得以堪行天下 成为中国最伟大的史书 纵观流巡的帝王生涯 其军事成就 堪与汉武帝相比 武帝一生穷兵独武 对凶武战争却是胜负参拜 而宣帝却避其功于一意 令匈奴甘愿臣服 将整个西域纳入囊中 其对匈奴策略 甚至远在武帝之上 在政治上 流巡同样超越了曾祖父 武帝后期 管理贪污腐败 土地兼并等问题 层出不穷 而流巡大力整治励志 抑制土地兼并 在各地设立长平仓 平稳物价 使社会面貌 幻然一新 很多学者认为 这是西汉武力最强盛 经济最繁荣的士气 了解民生疾苦的流巡 将王朝带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堪称西汉最好的皇帝之一 然而再伟大的君主 也会遇到棘手的难题 犯下致命的错误 刘巡的难题 与太子刘氏有关 刘氏为刘巡 与许平君所生 性格柔人浩荣 他见父皇 喜欢用刑法来维护政治稳定 便劝谴父亲多用儒生 刘巡十分不悦 呵斥太子说 汉家制度本就是霸道与皇道并用 怎么能只用儒教呢 刘巡所说的霸王道杂志的制度 就是汉武帝时期确立的治国方略 事实证明 这一方略行之有效 此后历代王朝都不同程度地 借鉴了汉家制度 刘氏不能领会其精髓 凡语如生 过从甚密 令刘巡十分忧虑 甚至发出了乱我家者 太子也的预言 李质告诉刘巡 应当令则何事的储君 可每当看到刘巡 重情重义的刘巡 便会想到 顾见情深的许平君 无法痛下决心 最终刘巡保留了刘巡的太子之位 满怀忧虑地踏上了幽冥之路 公元前四十九年 刘巡驾崩 始号孝宣皇帝 妙号中宗 忠宗之号对应忠心之功 实至名归 事事前 刘巡找命勒陵侯史高 为大司马 兼车骑将军 太子太父 萧望之为前将军 少父周刊 为光禄大副 共同辅佐刘巡 两千多年过去了 杜陵园风貌依旧 而刘巡的记忆 又停留在哪里呢 也许是年少轻狂 清歌走马的游学生活 也许是初为天子 谨小慎微的困苦经历 也许是一战雄徒 横扫天下的万丈豪情 也许是文昌武德 举国欢腾的盛世景象 他的文鲍武略 不属于任何西汉贤军 他的重情重义 令天下人为之动容 他从民间走来 引领国家 走入全新的时代 那是一个四方兵府 海内大定的时代 那是一个政治清明 国富民丹的时代 那是一个百姓富足 文化超明的时代 那是属于刘巡的时代 也是西汉最好的时代 然而怒急必反 汉宣帝不忍更换太子 犯下了皇帝生涯中 唯一一个致命错误 在他之后 汉朝即将进入 无可挽回的黑暗时代 可是历史不可假设 如果刘巡另立太子 辉煌真能延续吗 如今刘巡沉睡地灵之中 已无力指导儿子 执掌权力 也无法再为王朝的未来 指引方向 这位成前起后的忠心之主 怀着对故土与人民的热爱 沉入永恒的梦境 唯有堕灵 静静相伴 伟大的西汉王朝 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衰退期 斜阳落下之前 还有哪些地灵 等待我们去探寻 无法再为王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